我不是说咋想咋说 你一个月开四千桌 你就四千桌就都给我吧 我就给你刺网到死去了 四千桌都给你 那你就不给我给谁 再往下就别谈了 这种好事我还能干 我这一位教员我白当了 真是百家境去掉赵 张嘴就是钱 要说咱大马真是狮子大张口 虽说咱大爷年纪大了 可看他的架势 近几年也不需要谁来照顾呀 哪能上来就问人家要财产 我看发现咱这个眼睛 这块是咋的了 闹眼睛闹的 闹眼睛闹的 嗯 得眼病了呀 啥时候的事啊 五十年了 那现在看东西啥的方便吗 这眼睛看不着 看不着东西 现在就这一边这边这眼睛看 那影不影响你平时生活上 没 没啥影响 习惯了 习惯了 平时就你一个人在这住吗 我儿子 没俩 你儿子你俩住啊 孙子现在放假了 他就上山羊去学车去了 就是一直跟儿子一起住吗 嗯的 王老师今年八十岁了 目前跟儿子一家一起生活 刚一进屋 王老师就给红娘讲起了 他的教师经历 这是叫应客 当班主任 那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 我开始参业工作的时候在小学的 后来上同学 是当了一位赛老师吗 是的 到六十退休嘛 你退休期现在多少 现在是算五千吧 不算那个财哪费 财哪费才另外发放 首先出厂的大呀 可谓是红松出山 到哪都是洞梁 月退休金高达五千元 还自个经营着养入厂 虽说已经八十岁了 可人家身体健康 吃妈妈香 他不得赚点钱吗 养入了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在这后子 那我看过去呗 我还没看过梅花鹿呢 是吗 那看上去吧 走吧 走 王老师自己还能喂鹿啊 能喂 喂鹿啊 种菜啊 这我都 懂得啊 都行啊 这里就一个公子 这是一只公鹿 这边 我看到了 这有多少只啊 这里是十三只大的 五只小的 十三只大的 五只小的 嗯 这个鹿现在路好 不是 入行还是挺好的 嗯 不到三二年底 现在的入行是啥行间 嗯 像这个 二岁的母子 是七到八千 二岁的 就是今年夏的 到明年这时候卖 嗯 就卖七八千块钱 嗯 大母子呢 七八千块钱 工资呢 可就没准了 嗯 一万多 两万多 是四五万 五六万的呢 都有 看那个荣就多大 咱红娘也是司马夸诸鹅 互相佩服呀 虽说在相亲节目中 八十岁左右的老人比比皆是 可有自个失业的 可谓是十分少见 又是退休金 又是养入场 就这条件 闭着我眼都不愁挑呀 这是三四百块钱一起 嗯 完了就是少到一千多 嗯 他就起来了 往往一看这个玩意行 因为他周期还长 嗯 他说贵了 说想钓也得 几年以后 嗯 因为他繁殖嘛 嗯 所以我就该整这玩意 猪就不行 嗯 猪你现在贵了 你去养 但你把你养出来之后就见了 那你这一卷鹿能值多少钱 这个这牧子 大牧子算八千的话呢 十个八万三八两万 是顶十万块钱 这边一个公路 那边还有四个公路 哎呀 那公路一个一两万 那五个公路啊 那就十多万啊 嗯 是 再加上这些牧子 加上宰子 嗯 那这么算起来二十来半啊 嗯 二十百万块钱 这么干不干这个就看难喝 就呆不住 那你说你退休了 出去溜达溜达 旅旅游多好啊 现在我要趁几百万 我就啥也不干 哎呀 因为我这儿有儿子有孙子呢 嗯 我给他们创造点了 你儿子和你孙子 还有你负担吗 那我给他们帮他创造点 那不是 你看 当老人这不也正事了 你这两个老姓 那还帮下一代那个 创造点 那我也是没儿没事 就我自己 我这儿吧 我穿着工之折子 我就是上海南 我我我上新军 我随便走一年我再回 要说咱大爷的三观 可谓是十分清醒 虽然已经上了年纪 但也不能成为儿女们的负担 趁着自个身体健康 还是该经营点什么 光这个觉悟 足以碾压很多同龄人了 这一检查你说什么呀 得个临状细胞癌 临状细胞癌 在小湖里边 这个病 其他医院呢就给宣派死刑了 说呢 治不了 你回来 我闺女说 爸呀 咱们上北京吧 我说去 看了几个医院了几个 像协和医院 三零一医院 广安门医院 北京的肿瘤医院 千斤肿瘤医院 全都看了 哪哪都回来 都都不行 这一看不行了 回来 回来大家 活了三四个月吧 我说死了 那就是用医生的话说呢 你这个临状细胞癌 就是没有可选择的药 换句话说 就是没有药能治你的病 你这病就没药能治 一说起之前的老伴 咱大爷也是满脸的无奈 毕竟麻省总挑细数段 宁愿总气苦心人呀 越有殷勤残缺 人有悲欢离合 啥事还是得往前看呀 那你想不想再找老伴 想找啥样 要说找啥样 这玩意你理想那个 那不一定找上 但是目标是要 对吧 那女人的最大的优点是 这个温柔 贤惠 那你想不想再找老伴想找啥样 要说找啥样 这玩意你理想那个 那不一定找上 但是那目标是有 对吧 那女人的最大的优点是吧 这个温柔 贤惠 就最大优点 另外 聪明 善良 势力通达 这五方面那是理想 但是那个 哪个跟你遇到这么完美的人 是不是 但是目标也好 目标也好 但是不能按照这个目标 你差一样也不行 差一差也不行 那你是谁呀你 你那么挑战呢 咱们也没那个资本 是不是 再说的聚集点 这个 这五大标准嘛 其实都挺隆隆的 再说的聚集点 年龄啊 是不是 长相啊 这个 这个 长相上的就是 起码得松个眼 嗯 那谁一瞅 都不耐看 都发烦 那这个 那旁的小姐走去呗 也不过去 就是这 演员 演员 这个得过得去 嗯 年龄我最高是放到70岁 最理想的是60 岁数咱大来的条件比较笼统 可深究起来 也是不低的 毕竟都这个年纪了 压根不能太过于注重演员了 所谓的演员 无意识地找到好看 我之前给你介绍 有一个大哥 就住离你家不远的 你俩不是成的吗 没差 没差 那因为啥没处啊 嗯 就是他工资也是最少点 玩他家是 不行 嗯 咋不行呢 就不行 就工资少 一千多年你觉得工资太少 那对 啊 工资最少 我还 我还觉得挺遗憾的 你俩你住的老近了 这你当啥那不得 那你说你上市场啥也不买 不吃啥 天天不得吃饭吃菜吗 啊 一千多个钱好干啥 和咱大爷相亲的大妈 可贝是节目的常客了 前后介绍的无疑都失败了 对于他而言 最看重的还是经济条件 毕竟自个的条件 虽说不愁吃喝 咱除了房租之外 手里剩不了几个钱 二十岁 然后是中学老师退休 啊 然后退休金每个月是四千八百块钱 然后是医保什么都有 然后身体挺健康的 因为家里边还养了十多条鹿 啊 但是大爷现在有一个啥问题 就是眼睛 一只眼睛 有点就是 那叫什么 是角膜炎还是什么呀 是严重了 然后有点看不清 啊 啊 你觉得这个条件咋要 这个条件还中 那就见见吧 只要经济条件到位 其他都是天空飘来五个字 啥都不是是 比起大爷的健康情况 咱大妈显然更在意退休金 以及大爷的引入场 哎呀 那王老师除了游戏烟了 啊 来吧 这是我今天给你介绍的大姐 啊 你好 大姐你给他介绍一下 你叫啥 我姓李 我叫李树华 李树华 啊 啊 那外面这我跟你说吧 嗯 演员不太可惜 啊 你觉得差在哪个的演员 他外面也是瘦跟容貌 不知道 他长得挺老 长得 nice 跟四叔在那是吧 那对 我看那是啥意思 往那再说 啊 了解了解 嗯 要是我就看那演员 我对他没有啥太大的兴趣 但是我觉得 你看你讲话这公司还中 因为他养不我还非超 还能行 这下不就八笔挑了 一见面俩人都没看对眼 这无疑是男人才红娘了 不过咱大妈也直接 虽说大爷爷差点 但只要大爷愿意养活他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啊 不过幻想很美好 可现实很残酷 这边还有圆子 可大了 我觉得再往后的那盘子 就是 就是个破大院 它就是 就是力量不大 破大院 就是破大院 就是破大院 破大院 就是破大院 就是破大院 院还挺好 小还不小 就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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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 它很清高 起码它就没瞧起我这个地方 破大院 就在我这家乡的人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说我这是破大院的 这个我很不敢 年岁还可以 年岁可以啊 那你想说多大年龄的 我就想找六个孙儿的 那你说我找一个岁大 跟我差不多 你说我还挺好的 他也不错 你说我来送他去 那我就犯不着了 是不是 那你这意思就是想说 有个老伴伺服你的老 这是其中目的之一 这不是王先生为了这个 对不对 要说咱大妈在说话方面 的确是有点过费啊 之前相亲成功了 结果又嫌弃人家收入少 如今又和大爷相亲 结果又嫌弃人家院子破 这显然是不知道自个经济情况呀 咱还是传老大做后烧 见机行事吧 我就是 差你这个年龄 给你这个工资 我是随着实在 我能有个依靠 就是这回事 依靠的情况下 我要是给你伺候到老 最后有啥办法 咱们得说明白 我伺候人我是能伺候 那你说说你的想法呗 咱大爷的想法也很直接 毕竟自个年纪大了 还是得找个老伴伺候自个 一方面打发孤独 彼此也是个照顾 而咱大妈也是如此 自个没有收入 更没有房子 只要经济基础 能达到她的标准 互相照顾一下 又何尝不可 那我就想问问你 你一个人 你问我在这方面 我没有更多的考虑 我就能根据你的情况 我可以回答你 那我不是说 咋想咋说 你一个月开四千多 你就四千多 就都给我吧 我就给你 就给你伺候到死去了 四千多都给你 那你就不给我给谁 再往下就别谈了 这等虎事我还能干 我这一位教员我白当了 现在无论是男是女 像咱们就是 就是放宽点 五十岁的不说 六十七十八十的 你得考虑说 到晚年的医药费我提 你得考虑这个我提 你不考虑问题 到那时候有病了 收了万十三十多万 有钱治了 她死了再也不患悔了 那你要是没钱 你躺着干死 你啥心情啊 你那儿女 这个是不提你老爸的事 咱俩提咱俩的事 你的意思是啥意思 就是说这个 我说这工资的事 你说你要是开支你归我 你说这不行怎么办 那你的啥意思你说说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呀 咱大妈的确有点得孙进尺了 上来就盯着咱大爷的退休金了 张口就要所有的财产 这的确有点过分了 而大爷也不傻呀 四五千的退休金 别说找老伴了 就是找个半天的保姆 也不是啥问题呀 就是我四千多个钱工资贵他 拿我虎子嘛 凭啥都给你 我几位都没有老伴 我不就说这个工资的事吗 他不就说那就免贪了吗 那你真想把人家四千多个钱 那工资全拿到收花 其实我是说他这个意思 我看他是啥意思 我没说是就是净 免贪了四千多块钱的工资有点 那你是想考验考验他 对呀 了解了解吧 那就了解几天看我的意思 从来再说吧 你想跟王老师了解了解 嗯 那一会问问他啥意思 那问问他 对 行 想法我就想先了解两天 看他啥意思 谈的我不想多说了 就是你在经历上的要求我接受不了 往下都没法谈 不谈了 那也拉到 我这有相当的 你再给他接受别人 给他接受别人 我就接不接受别人 你不用担心了 你就看你别跟他 用不着我的潮心 但是我 我的希望 我的住院 实际也不为毛病 真是鼻孔喝水 够呛呀 虽说是相亲 可咱大妈话里互爱 分明是冲着钱来的 说是找老伴 但实际上更像是找个保姆的职业啊 气得咱大爷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如此相亲的目的 的确不可取呀 第一天没拿限制 人哪都行 上他那也行 上我们那也行 这没限制 那如果说是那个 载那个郊区呢 就是有农村大院 大人他有没有工作 有工作 有退休期 那也可以 第二位和咱大爷相亲的大妈 虽说条件没有大爷好 可并不嫌弃大爷是农村的 毕竟到了这个年纪 经济基础再好 也享受不了几年了 还不如找个相爱的老伴 一起共享晚年 舅娘 进门就给女后嫂子 哎呀 那你贴你这个呀 做得喝喝水 黄老师 解渴了锅 解渴了锅 太解渴了 太解渴了 给咱走杯杯水 你看这个照燕大姐 还给你煮的水 还煮的水果 这小瓜都切好了 这礼仪不错呀 哎呀 感觉还可以 嗯 嗯 现在我这大岁说 也不能像年轻啊 是不是 这挑这个条纳 啥都挑了 也得适当放宽 嗯 那你看那个赵大姐 这个为人接物呢 啊 她这个几栋还是不错的 长得太老了 长得太老了 嗯 太老了 对吧 你觉得身体反正 身体还行 但是长得太大 不算太那么随心 虽说咱大妈嫌弃咱大爷老 不过在其他方面上 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毕竟自个也十分喜欢农村生活 倘若聊得来了 也可以慢慢接触试试 我明白 现在跟你儿子在一起了 我明白 就假设一些 一切刨不答答 买米买菜都是我的事 你应该拿出多少钱给我 就是都是我的事 刨不答答 我出去买你爷俩干 这个生活费吧 那这个 我心都没数 我从来没算过我们这家 就是这一年 才会用多少米用多少 菜用多少 花多少钱 我没算过这给上 反正你需要啥的 不是 就是假设跟你儿子在一起 咱三块就生活费 你不说你爷俩管外边干活吗 我就主持家务假设的 买个米了 面了油 也要酱醋一些费用 你应该拿出多少钱 我就 这个吧 这个活还真用不着你干 因为我经常上搜阳 买啥我都是得搜阳买的 跟前那个卖店我都很少买 也不用你去买去 因为你 你要是买啥的话 本屯那卖店也没有啥 没有菜啥的 得撩出十夕去一公里 那也其实用不着那 我就让上搜阳 你需要啥 我都是得搜阳买的 此时咱大爷也是十五只水桶打水 那星期上八价 本来聊得好好的 结果又聊到了钱 咱大妈的意思也很直接 只要每月把钱上交 一切家务 全部由她来操持 不是想要当家操持这家里里里外外 什么这费那费啥碗 米面油呢 我们家立来吧我跟你说 就是我老伴也不是个脑马哈 原来她家她妈去世里走 她一般孩子就家 她爹都差当家 但是到我这她都没当家 她都是由我来掌握钱财 由我来说算 她叫她她当家有两家的 我还真没看起她 远去了 要说咱大爷的确很聪明 过日子可以 但上交工资 以及当家做主 压根是不可能商量的 说直接一点就是 铁公鸡一毛布吧